综艺上 我和绿茶小花被要求给一个异性打电话说我爱你 我们都打给了金圈太子爷 轮到绿茶小花时 太子爷很深情 我也爱你 轮到我时 太子爷很惊恐 你吃错药了 一时间我被全网朝田狗 流量小花得意洋洋的对我说 就算你是他的前女友又怎样 他现在深爱的人是我 他不知道我不是太子爷的前女友 我是他亲姐 我弟这个恋爱脑 我就不信治不好 一 我叫林志妍 娱乐圈18线小胡咖 恶毒女配专业户 社交平台上100万粉丝 里面大概90万是公司给买的僵尸粉 剩下的10万里还有99000是黑粉 偏偏命运使然 这档综艺把我和有着娱乐圈 唯一纯白茉莉花之称的 当红流量小花莫云云安排在一起 直播现场 我俩都输了游戏 被要求打电话 给一个最亲近的异性打电话说我爱你 我和莫云云都把异性的名字和电话写在了纸上 交给了导播 由节目组播出这通电话 莫云云先来 当顾云安这个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时 现场和弹幕沸腾了 卧槽卧槽 我没看错吧 我就说云云宝贝最近肯定恋爱了 没想到居然是金圈太子爷 不怪网友这么激动 顾云安他爸是金圈最有权势的大佬 网上数三倍都是百度百科里有名有姓的人物 顾云安他妈则是港圈的豪门大小姐 当初嫁给顾云安他爸时 世纪婚礼的排场和天价粉钻婚戒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电话随即接通 那边是顾云安的声音 喂 他似乎是午睡刚醒 声音有些朦胧 莫云云声音甜美 云安我爱你 顾云安顿了顿 语气温柔的回复 我也爱你 全场沸腾 弹幕更是跟疯了一样的刷屏 这是官宣了吧是官宣了吧 豪门太子爷和当红女明星 什么小说照进现实 家人们我疯了 我磕得CP成真了 一听顾少就很宠爱云云 莫云云挂掉了电话 脸上带着甜美而又幸福的笑容 一群嘉宾围上前去 哇 原来云云你的男朋友是顾少 瞒得我们好苦 就是 也不告诉我们 莫云云白皙的小脸 泛起一抹羞涩的陀红 本来想要低调的 但这次上节目 遇到这样的安排实在没办法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了 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祝福 我站在旁边 实在没克制住嘴角的冷笑 什么想要低调 这次的综艺打电话 分明就是莫云云自己策划的 我录制之前看过台本 大冒险输了的惩罚 明明是被泼水 结果莫云云会录了节目组 硬是把惩罚改成了 给异性打电话说我爱你 为的就是在直播节目上官宣 能引起最大的热度 也许是其他嘉宾 都围着莫云云送祝福 只有我插着都站在旁边的样子 太过醒目 弹幕在磕完莫云云和顾云安之后 居然又一手的转过头来骂我 你们看林之言 脸都快垮到地上去了 呵呵 只表示顾云安梦女的事 还有人不知道吗 她就是嫉妒 嫉妒有什么用 她再怎么追着舔 顾云安爱的也是我们云云 主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弹幕的动向 立刻煽风点火地望向我 接下来轮到直言打电话了呢 不知道直言会打给哪位男生 不会也是 主持人挤眉弄眼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的纸条已经交给节目组了 因此片刻后 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屏幕上 再次出现了那个名字 顾云安 刚刚平息了一点的弹幕 再次沸腾起来 甚至炸裂度比刚刚还上升了一个等级 当着正牌女友的面她还敢蹭热度 她应该之前也不知道 莫云云就是正牌女友 不然给她八个胆子 她也不敢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还从来没看到 纸表这么尴尬过 电话多了几声后 接通了 顾云安的声音再次响起 喂 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 我硬邦邦地说 顾云安 我爱你 寂静 又寂静 几秒钟后 顾云安的声音 简直可以用惊恐来形容 林之言 她说 发生什么了 你吃错药了 实施级别的打脸现场 林之言 你妈喊你回家吃药 我要是支表 我就立刻退出娱乐圈 这也太丢人了 一片嘲笑声中 莫云云走到我面前 温柔地拍拍我 芝芝 我知道你喜欢亦安 但没办法 爱情这件事不是一厢情愿 你以后要学会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背对着镜头 无人看到她脸上嘲讽的笑容 二 说起来 我之所以路人员烂成这样 还要多亏了莫云云 她和我签的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比我早一年 算是我的前辈 我们一起参加 公司内部安排的演技课 我上课认真 下课练得刻苦 频频被老师夸奖 莫云云却上课 跟同组的男演员打情骂俏 下课后就组团去蹦迪喝酒 别说演技精进了 连升台形表的基本功 都倒退了不少 老师骂了她很多次 你现在仗着年轻有灵气 老了呢 难不成演一辈子的傻白甜 你看看林之言 作为你的后辈 演技比你好一大截 心里没点危机感吗 老师本来是想鞭策莫云云 但莫云云却恨上了我 无人的洗手间里 她拦住我 冷笑道 你觉得在那里活起来 需要的是演技吗 不是的 要学会玩流量 玩舆论 她用尖尖的指甲戳戳我 这些 你全都玩不过我 莫云云很快展示了她的威力 她扒出了我的微博小号 在我的小号上 我多次跟金圈太子爷 发布同样的内容 比如 她发了一家法国餐厅 很好吃 我转头就晒出 和这家餐厅主厨的合影 她买了一个潮牌公仔的线并款 我一天后 晒出和这个公仔配对的另一款 更不要说同款的卫衣 球鞋 手机壳 那天 莫云云的800营销号 一起把我送上了热搜 家人们 这就是梦女吗 一个18线胡咖 也赶蹭金圈太子爷的热度 那时候的我还是新人 拍了两部戏 都还没播 能阐释我和顾云安关系的最佳解释 莫过于我是她的梦女 所以 这个灵什么 进娱乐圈就是为了杜金架豪门 笑死 她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 豪门怎么可能看得上她呀 身材也就一般般吧 我要是太子爷 就算玩玩都不找她 几个月后 我出演的戏终于播出了 弹幕也都是来打卡的 看看娱乐圈最知名的梦女长啥样 打卡 笑死 在剧里也演的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恋爱呢 原来是本色出演 怪不得演得这么生动 综艺录制的间隙 我来到休息室 手机里是十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 全都来自顾一安 接电话呀 林志炎 到底发生啥了 你是欠钱了吗 需要我帮你还 还是犯事了 你不会是又把我新买的 布加迪 Divo撞了吧 那车四千多万 结果说没说过 你不要开着它去美容院 没事的 有保险 我原谅你 你千万别做傻事 助理跟我说 布加迪 Divo就停在车库里好好的 所以你到底犯什么事了 你违法了 你不会杀人了吧 别怕 我知道你肯定是正当防卫 你现在在哪 在原地等我 别乱动 我拿起手机 在感动和无语 两种情绪的交织下 按下语音键 面无表情的说 傻逼 滚 手机那端 顾一安总算放下心来 还是熟悉的挨骂 让人安心 他感叹 好好地突然跟我说什么 我爱你 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刚真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再跟我告别 吓得我连股东大会都推迟了 等会儿要被那帮老头子骂死 我去开会了呀 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顾一安火急火燎的 开股东大会去了 而推门进来的莫云云 恰好听到了顾一安的最后一句 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休息室里只有我们两个 莫云云终于卸下了 她那副甜美柔软的面具 她昂着下巴肩 笑得刻薄 还不死心呢 我单单看她一眼 莫小姐 要休息 请去你自己的休息室 这是我的房间 请你不要未经允许就进来 莫云云吃笑一声 眼里划过一丝恶意 让我出去 好啊 我这就出 话音刚落 莫云云骤然推开身后的门 亮呛着跌了出去 她脸上的神情 也在瞬间改变了 眼圈泛红 眼泪将落未落 知言 知言我理解你的心情 刚刚的事情 让你很没面子 很生气 可是你也不能拿我撒气啊 莫云云跌坐在地上 无助地看着我 走廊里 本来就有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 听到动静 立刻围了上来 云云 这是怎么了 哎呀 云云的手肘都磕破了 率先过来扶莫云云的是 是她的经纪人 经纪人一边扶她 一边义愤填膺的冲我喊 林之言 怎么会有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人 刚刚云云跟我说 怕你心情不好 想来安慰安慰你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直接把她从房间里推出来 周围的工作人员 以你一言我一语的帮枪 幸好刻破的是手肘 要是不小心划到了脸 云云的演艺事业就被毁了 林之言怎么能恶毒成这个样子 有好几个人 甚至举起了手机 录下这一幕发到抖音上 不用说 又会是一个核弹级别的热点 沐云云捂着自己 划破了一点油皮的手臂 柔声道 没事的 我没事 大家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影响工作的 最终 沐云云由她的经纪人 陪着去她的休息室涂药 而我的经纪人王姐也赶到了 她驱散了 还未在周边拍摄的几个看热闹的 把我拉进休息室 锁好了门 王姐急的眼泪都要掉了下来了 我刚在那边给公司打电话 让公关平息雨情 怎么这边又出了这档子事 她说我爱你 她说你吃错药了吧的综艺片段 就被剪成了鬼畜视频 在各个网站上大肆传播 王姐欲哭无泪 知言 我看这档子综艺 就是沐云云用来针对你的 咱们玩不过她的 我去跟节目组说一声 咱们不录了 回去安心拍戏吧 王姐在我们公司 算是比较老派的那种经纪人 坚信只要好好拍戏 什么舆论都会过去的 但我不想这样 气定神闲的对王姐笑了笑 合同都签了 不能违约呀 咱把它录完 再换能坏到哪里去呢 王姐拗不过我 再加上中断录制 确实要赔数额不小的违约金 她只好反复叮嘱我 后续的环节务必小心 我去打听过了 莫云云现在确实在和顾云安谈恋爱 你千万别再招惹她了 万一得罪了顾家 你真的有可能被封杀 我满口答应 我岂止不会得罪顾家 我还会和顾家亲录一家 王姐无奈地点点 我的额头 你就吹罢你 送走了忧心忡忡的王姐 我检查了一下手机 刚刚从莫云云进来起 我就一直在录像 回放了一下视频 莫云云那套假摔 然后栽赃我的动作 完完整整地被录了下来 我把这段视频 存进了一个命名为 顾云安健康恋爱 所需药物清单的文件夹里 然后哼着哥出门了 这个文件夹里面 已经存了将近十个文件 而我仍然在进一步 丰富我的素材 莫云云一直以为 我是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包子 她不知道 这个包子是黑心馅的 她在录她的节目时 我也在录我的 到时候我的节目 恐怕会比她的更精彩 三 我回到录制现场时 这档综艺的热度 已经来到了直播榜的第一名 原本她只是众多综艺里 不太起眼的一个 但在莫云云不懈努力的 各种骚操作下 她已经成功破圈 微博热搜的前十有六条 都跟我们有关 警号故意安莫云云官宣 警号 警号豪门文学 警号 警号林志颜你吃错药了吗 警号 警号史诗及表白失败的 打脸现场 警号 警号林志颜推莫云云 警号 最后一条是警号 你最想让谁退出娱乐圈 警号 里面我已遥遥领先的票数 超过所有其他明星 连一些根本没关注 这档子式的网友 也都开始问林志颜是谁 天可怜见 我兢兢业业拍戏多年 都没得到的名气 在今天 全都不费吹灰之力的获得了 想到这里 我连上台的脚步都轻快起来 莫云云看到我 正了正 显然是没想到 我还有胆子回来继续录 但这毕竟是在镜头前 于是莫云云飞快调整了表情 温柔的说 芝芝回来了 刚刚的事情我不怪你 我理解你 失恋梦碎的感觉 肯定特别难受 所以就算你情绪激动了一点 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以后可不能再动手了 幸好这次是我 要是换了别的脾气暴躁的人 多危险呀 弹幕纷纷为她的善良感动 女儿是什么绝世善良的宝宝 自己被推了 还反过来宽慰致表 云云真的从头到尾体面人 如果我男朋友有这么个梦女 还敢当众给我男朋友打电话 我早一巴掌扇过去了 致表居然还赶回来 脸皮真的够厚 我要是她我早就羞愧自杀了 在一片恶意的弹幕中 节目进入了下一个环节 主持人让嘉宾每个人 分享一张珍贵的照片 按顺序 还是莫云云先来 弹幕整齐地表示期待 是不是能看到顾亦安和云云的合影了 呜想看小情侣幸福的样子 狼才女帽最般配了 在万众期待中 莫云云的照片公布了 里面是她和一只狗 弹幕整齐地沉默了一秒 没看到顾云安 大家显然都很失望 不过随即 莫云云的粉丝们就率先化身福尔摩斯 哇 这个别墅是顾家的吧 顾云安的妈妈苏总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做的就是这个沙发 这只狗狗是顾云安养的吧 叫Lucky 云云太懂事了 秀恩爱都晒得这么含蓄 我看着这张图 心里简直要笑死 照片并不清晰 但不是画质的问题 而是自拍者本人 在拍摄的时候慌乱而手抖 导致镜头没对上焦 这张照片是莫云云偷拍的 原因很简单 那天我和我爸都不在家 只有顾云安和我妈在家 莫云云上门 想要给我妈留个好印象 我妈应该是明确跟她说了 客厅里不能拍照 莫云云表面上不敢违逆 但实在是放不下 这个好不容易进入顾家别墅的机会 于是趁我妈不注意 赶紧偷偷抱起我家的狗拍了一张 说真的 她拍了也就拍了 这时候为了热度 把这张图放出来 才是真的蠢 我妈之所以不让拍照 是因为我家刚购置了一批名画 闪光灯会对这些 世界级的艺术品有伤害 等我妈发现了 绝对会去找顾云安发飙 莫云云的豪门之路 只会更艰难 不过现在 莫云云还并不知道这些 她美滋滋地看着弹幕对她的赞美 转头故作姿态地问我 芝芝的照片打算放什么呢 如果是云安相关的同款 就别放了 我知道你喜欢它 但是 莫云云话音未落 大屏幕放出了我的照片 现场一片寂静 弹幕也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望着屏幕 因为我放出的照片 是顾云安本人 4 照片里 是我第一次拍戏 在休息室后场 穿的还是轻功系的古装衣服 顾云安是来探班的 很低调地穿着黑外套 戴着棒球帽 乍一看 像是片场的场物 照片里 我捏着顾云安的脸 他自牙咧嘴 但是不敢反抗 肉眼可见的 关系亲密 全场静默良久 许多人都流露出 不知所措的表情 主持人看着莫云云 瞬间变得煞白的小脸 决心为他说话 知言 我们都能理解 你在刚刚的环节 很没面子 所以现在想要扳回一局 但是咱们发上来的照片 必须要有真实性 你怎么也不能辟图啊 主持人话音未落 原本已经被打了个 措手不及的莫云云粉丝团 就好像突然找到了 主心骨一样 立刻集体一份填膺 我的天 这年头梦女都这么没下线了 屁图也就算了 还发在正主面前 我知道云云的脾气好 但是真没必要再客气了 对啊 知表都这么不要脸了 当着你的面皮 和你男朋友的合影 云云还在忍耐什么 支持云云守思林之言 这个贱人 我看着莫云云 很期待她的反应 毕竟很多事情 网友不知道 但是莫云云是知道的 她比谁都清楚 这张照片是真的 两久 莫云云深吸了一口气 仗红着脸说 知言 我知道你和云云有一段过去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刚刚那轮打电话的缓解 她的态度 想必也让你明白了 她现在不想和你产生任何瓜格 我笑了 众多摄像机面前 我知道 现在的这段对话 日后一定会被无数网友反复考古 于是我大声道 你确定 她真的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格 莫云云短暂的顿了一下 顾云云当然没说过这话 但现在话已出口 莫云云没有回头路了 于是她重重点头 知言 我其实一直不忍心告诉你 一安她其实跟我提起过你的 她说她其实从来没爱过你 当初只是你追她追得太狠 动不动就以死相逼 一安这个人心软善良 所以才不得不同意和你在一起 但是现在 她已经知道自己真正爱的人是谁了 也请你别再打扰她了 我看着满脸严肃的莫云云 用尽全身的演技才憋住笑场的冲动 不知道顾云云的股东大会开完没 到时候看到了她女朋友这段发言 又要做何感想 不得不说 网友里还是有一些清醒的 开始对莫云云这番操作 琢磨出不对未来了 等会儿 所以林志颜确实跟顾亦安曾经谈过 而莫云云对此也是完全知情的 那莫云云刚刚的各种说辞 可就都有点奇怪了 值得大家再评评 别的不说 刚刚那些疯狂骂林志颜 是梦女的莫云云粉丝 能不能道歉啊 事实证明人家林志颜 是真的跟顾云云谈过 不是梦女 但莫云云的粉丝反驳得更凶 道歉 为什么要给这么个不要脸的贱货道歉 他就算是顾云安的前女友又怎样 没听云云说的吗 过去就是过去了 他现在跑来云云这个仙人面前 找存在感是想干嘛 我真的替云云恶心 合格的前任就该像死了一样 而不是跑出来跟仙人争风吃醋 林志颜现在这个行为 跟当小三插足有什么区别 我看着莫云云的脸色 他的嘴唇有一点点苍白 粉丝都在心疼他 纷纷说抱抱女儿女儿别生气 但我知道他不是生气 是心虚 因为在莫云云的视角里 当小三插足的人其实是他 他是从我手中把顾云安抢过去的 五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搞笑 半年前 莫云云在公司大厦的楼梯间里 撞见了我和顾云安吵架 前面的他都没听见 只听见了最后一段 只听到我赌气的吼道 你再也别来找我了 顾云安也气得够呛 你以为我愿意来 那时候我和我妈正在冷战 双方谁也不搭理谁 全靠顾云安在中间传话 场景大概是 我妈 你姐为什么没回来 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跟她说 我 我不是说了 我不回去吗 你难道没告诉吗 顾云安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两头受气 苦不堪言 她情绪激动的跟我吼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凭什么受伤的永远是我 说完顾云安扔下我 委屈的转身就走 目睹了这一幕的莫云云觉得 她的机会来了 众所周知情侣吵架 是第三者上位的最佳时机 于是她带着热咖啡和蛋糕追了上去 像一个冬夜里出现的天使 温暖了顾云安 心情不好吗 要不要吃点甜的 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而不开心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女孩的 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才不会舍得让你这么伤心难过 我不得不说 沐云云之所以能够得逞 我妈的教育方式要背很大的过 在顾云安的整个青春期 我妈为了杜绝她早恋的可能性 各种严防死守 恨不得她的世界里连织母蚊子都不能出现 就导致顾云安成年后 在跟异性的交往上 严重缺乏一些分辨能力 其他同龄的男生都已经摔过跟头踩过坑 积累了侦查与反侦查经验 能出一本鉴定绿查手册了 她还在跟那儿马卡巴卡 就这样 外表上花花公子 但事实上根本没什么像样恋爱经验的顾云安 很快就被沐云云攻略了 她兴冲冲跑回家 妈 姐 我遇上了一个天使一样的女孩 已经冷战了 嗯 久得我和我妈看了眼照片 在瞬间统一了战线 眼看着顾云安欢脱的出门 我妈和我肩并肩的沉默 我妈嘲讽我 看着你的宝贝弟弟 被你的死对头轻而易举的套路了 感觉如何 我嘲讽我妈 看着你精心养大的白菜上赶着被猪拱了 感觉如何 我俩不约儿童的捂住胸口 感到疼痛 我妈 你如果能拆散他们 给你递上一课 我不但再也不反对你进娱乐圈 还会投资你的戏 我 成交 六 这也是为啥我会出现在这档综艺上 要教育我弟 直接摇晃着他的脖子大吼 这家族阻碍 是死捍卫自己的爱人 循序渐进 让敌人逐渐露出真面目 才是合理的过程 就像此时此刻 在我放出那张和顾一安的合影后 莫云云的脸色已经有点难看了 她隐隐觉得舆论有即将要失控的架势 好在主持人公布的下个环节 让她精神一震 节目组要求在下轮环节里 嘉宾们必须邀请一位与自己最亲密的一行 来一起参与节目录制 莫云云的粉丝们都疯了 云云 别害羞 一定要请顾少来 世纪同况 狠狠秀恩爱 打脸所有人 还有人不忘提点我 求求之表 千万别再演什么 抢男人的戏码了 当众自取其辱的戏码 我们已经看腻了 当晚 在各自的休息室里 我们需要联系 自己要邀请的人 我先给顾一安打了个电话 她愁眉苦脸的 你不会也要邀请 我去参加那个什么老实子综艺吧 我一听就知道 莫云云已经对她发出邀请了 不用猜也知道 在暴躁老姐和亲戚女朋友当中 顾一安肯定会重色轻友 没想到顾一安主动说 你俩都邀请我的话 我还是来你这里吧 这倒是我真没想到的 忍不住惊讶 顾一安 你吃错药了 顾一安眉毛搭拉着 云云对咱俩的关系有误会 下午在节目上那么说你 娱乐圈的事 我虽然不太懂 但估计你那边肯定挨了不少骂 所以我还是来你这里 凭你一把吧 顺便咱俩这层亲戚关系 也可以公布一下了 之前我妈强烈反对我进娱乐圈 我连签公司都是偷偷公摸 所以更是不敢公开 任何我和顾家的关系 但现在我妈已经不反对了 那自然顾一安跟我的姐弟身份 也就可以公之于众了 我来你这里 帮你把和云云之间的误会 好好澄清一下 顾一安这句话算是点醒我了 我大吼一声 别 顾一安吓了一跳 我连忙放软语气 我是说 如果在节目上告诉她 我是你姐姐 肯定会让她非常尴尬 到时候她生气了 又找你闹情绪 你还得抛下工作哄她 身为你姐姐 我怎么忍心看着你这么累呢 不得不说 跟莫云云相处久了 我也学会了不少绿茶小技能 顾一安有点感动 姐 还是你想的周全 我寻寻善诱 不如这样 你还是去她那里 这样她一看 你在我和她之间选择了她 心情肯定很好 到时候 就算东窗事发了她要闹 想必也不会闹得太厉害 顾一安更感动了 很有道理 那你怎么办 你连个暧昧对象都没有 能邀请谁啊 我挥挥手 这个我自有安排 气 第二天 顾一安在万众期待中 来到了综艺 只见那辆布加迪 Divo 极其拉风的停在节目现场 顾一安从车上走下 一身休闲装 衣领上别着墨镜 她迈动着大长腿 在一片尖叫声中 帅气的走过 路过我时 我小声点评 这么装逼 小心摔跤 顾一安差点半了一下 转头对我怒目而视 弹幕兴奋了 你们看 顾绍对着林志妍翻白眼 她一定是对昨天之表 各种凑热度的行为 忍无可忍了 才会这样 顾一安眯起眼睛 为了装逼她没戴眼镜 想看清弹幕上都写了啥 结果这个时候 莫云云在万众期待中出场了 一安 她小跑过来 挽住顾一安的手臂 弹幕飘过各种祝福 各种磕道了 我翻着白眼站在一边 懒得看 于是又意料之中的 挨了一堆骂 支表翻白眼 给谁看呢 话说支表请了谁啊 不管请谁 风头都绝不可能压过顾绍 莫云云的粉丝们信心满满 的确 比顾一安帅的 没她有钱 比顾一安有钱的 好像也没几个人 能比顾一安有钱了 总之 这局我再怎么挣扎 也必输 他们没想到 我根本没挣扎 一分钟后 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 在门口卖悠悠地停下 下来了一位 穿着灰扑扑Polo衫的 中年大叔 大叔取下脖子上的毛巾 擦擦汗 很有善地问节目门口的导播 小同志 你们这里是录节目的对吧 请问林志妍在里面吗 弹幕愣了片刻 随即充斥着无情的嘲笑 太好笑了 哈哈 这人谁呀 林志妍是知道比不过了 所以随便再介绍 拉个路人来吗 没有人注意到 刚刚还一副装逼之王 模样的顾一安 不但默默摘下了 拉风的墨镜 还悄悄往人群里缩了缩 我叹了口气 按理说 在场这么多人 总该有几个 能认出这位大叔的 但是这是 只能怪大叔自己 他百度百科里那张照片 是他年轻手拍的 而现在的他 长胖了30斤 还因为最近几年 投身于乡村振兴相关的项目 晒得黑了N个色号 看上去和照片 完全两模两样 总而言之 我的男嘉宾 和默云运的男嘉宾 可以说是对比惨烈 默云运的男嘉宾 像是刚从巴黎时装周 替台上下来的 我的男嘉宾 像是刚从东北大舞台上下来的 默云运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容 这局他也没想到 自己赢得这么彻底 简直当场飘了 飘了的默云运并没注意到 他身边的顾亦安 已经如芒刺背 如坐针毡 中年大叔朝顾亦安温和的笑了笑 主动搭讪道 车不错 新买的 我好像都没开过这么贵的 弹幕一片嘲笑 这大爷有病吧 你什么档次 也敢跟金圈太子爷开一样的车 大热天 顾亦安冷汗都快下来了 还 还行 我也就偶尔开 大叔淡淡一笑 年轻人就是和我们消费观念不一样 我和默云运带着各自的男嘉宾 去休息室候场 等着导播们把场地布置好 默云运推开我们休息室的门时 我正在给中年大叔整理衣领 默云运看着我们亲密的样子 勾了勾嘴角 真没想到这个时候 还会有男人愿意帮之言 你们睡过几次啊 中年大叔顿了顿 面色不悦 但多年喜怒不上脸的习惯 让他只是淡淡倒 小同志 请你注意言辞 我是林志妍的爸爸 默云运哈哈大笑 爸爸 哪种爸爸 Sugar Daddy 我爸很沉默 我也很沉默 不是我俩脾气太好 不想骂回去 而是刚刚我在对我爸整理一样领时 其实是在给他调整麦克风 麦克风现在没关 默云运自以为他和我们的对话死无对证 但事实上 全被公放了 无论是正在休息室候场的顾一安和工作人员 还是直播前的观众朋友 都一起听到了默云运的笑声 你们睡过几次啊 Sugar Daddy吗 几分钟后 浑然不觉这一切的默云运回到自己的休息室 又是那副甜软的样子 他挽住顾一安的手臂 娇俏道 一安 导播说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出发吧 顾一安的脸色有点难看 他默默把胳膊从默云运的手里抽了出来 看了一眼我和我爸的方向 爸 一上午的录制 顾一安都显得神有天外 他本人正在经历 从一场情感诈骗中逐渐清醒的状态 一般这种清醒的流程都是 发现震惊 茫然 拒绝接受 被迫接受 嚎啕大哭 也不知道顾一安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中午的时候 我收到了顾一安的微信 他说 他现在对他和默云云之间的感情非常动摇 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谈恋爱 他觉得默云云应该不会是太坏的女孩 他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我一边在心里骂了八百遍恋爱脑 怎么还没被物件天泽淘汰掉 一边不动声色的回复 哦 怎么给 顾一安说 默云云一直想去家里拜访爸妈 不如趁这个机会 让他和我们见面 把之前的误会都解开 我火速打字 没问题 下午我和爸妈一起在家里等你们 就 我们显然不会等他们 满心欢喜的默云云跟着顾一安一起来到别墅 然后发现 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很震惊地问 伯父伯母呢 不是说好了等我们吗 顾一安连忙给爸妈打电话 爸妈全都拒接 他只好联系我 我与其很无奈 妈看了那天的综艺 发现了默云云私自在别墅里偷拍的行为 很生气 抱着狗回娘家了 那爸呢 爸刚被莫云云在综艺上造了黄瑶 也很生气 跟着妈一起回娘家了 顾一安 那你呢 我连忙道 你放心 我会来的 顾一安稍微放心了一点 他跟莫云云说 我姐姐马上来 莫云云有些不高兴 他此前也是听说过 顾一安有个姐姐的 但爸妈全都不在 只让姐姐出面 未免显得顾家对她这个主儿媳不够重视 尽管如此 莫云云还是立刻调整了表情 甜甜道 一安的姐姐肯定很漂亮 我最喜欢跟漂亮姐姐贴贴了 顾一安想了想 莫云云在休息时内涵我被包养的样子 没来由的打个哆嗦 导播已经架好了直播镜头 直播莫云云和顾一安姐姐 也就是金圈公主的第一次见面 然而 这位金圈公主却迟迟不出现 就在这时 顾一安突然发现 茶几上摆着一个粉色的盒子 上面写着姐姐的礼物 莫云云很高兴 姐姐太客气了 航门公主出手送礼 不知道是奢侈品包包 还是名贵珠宝 莫云云迫不及待地 拆开粉色盒子 发现里面是个DVD 封面贴着标签 顾一安健康恋爱 所需药物清单 莫云云男男 这是什么 顾一安拿起来看了看 不知道 但大概是让我们用放映机一起观看 不是什么贵的礼物 莫云云便没兴趣了 她任由顾一安在旁边摆弄投影仪 自己拿起手机 想看看直播的实时弹幕 然而还没等她看清 门铃就响了 莫云云很兴奋 姐姐终于来了 她跑到门口 打开门 外面站着我和我爸 莫云云的脸色瞬间变冷 顾急着正在直播 她没有直接骂出口 但脸色还是僵了僵 这是我们的场地 林志妍 请你和你的嘉宾不要来蹭热度 就在这时 客厅内突然传来一声响 是顾一安打碎了手里的茶杯 巨大的投影仪上 播放着那份顾一安健康恋爱 所需药物清单 十 千万个观众 和顾一安一起旁观了这份礼物 第一段视频 是莫云云用手戳着我 林志妍 你觉得在那里活起来 需要的是演技吗 不是的 要学会玩流量 玩舆论 这些你全都玩不过我 第二段视频 是莫云云突然从我的休息室里 自己摔出去 然后诬陷是我推她 只见她一套行云流水的假摔动作 然后红着眼圈无辜道 志妍 志妍我理解你的心情 刚刚的事情让你很没面子 很生气 可是你也不能拿我撒气呀 第三段视频 是莫云云指着我和我爸 什么爸爸 床上的那种吗 莫云云浑身颤抖 顾云云站在原地 脸色清白 莫云云冲上去 抓住顾云云的手臂 云云 你听我解释 顾云云狠狠摔开了她的手 莫云云跌坐在地 她突然愤怒地看向我 是你干的 对不对 你把这个DVD放进顾家别墅 伪造成云云姐姐送我们的礼物 你这是犯法的 云云 你不能相信林志妍 她一直嫉妒我 她嫉妒我得到了你的爱 莫云云哭了起来 你看看她旁边这个老男人 我没有冤枉林志妍 这就是她的金主 顾云云 这是我爸 莫云云呆住了 她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爸 最后看向顾云云 顾云云 我姐不姓顾 跟着我妈姓林 这样你能明白了吗 莫云云腿软了 她想站起来 但随即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11 莫云云昏迷了十个小时 大概是并不想醒来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 然而世界的运转 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她昏迷的十个小时里 有关她的视频切片 全部上了热搜 井号莫云云 假摔 井号 井号莫云云 霸凌 井号 井号哪种爸爸 真正的那种井号 井号造黄瑶 造到男朋友爸爸头上 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井号 她的粉丝大量脱粉 站子全部关闭 但我也并没消停 之前那些骂我骂得最凶的网友 包括但不限于造谣 人身攻击 恶意诋毁 我都进行了证据搜集 然后委托律师 进行了相应的起诉 莫云云很讨厌 但这些人比莫云云更讨厌 即便他们不是莫云云的粉丝 想必也会披着别的皮 在阴沟里宣泄着恶意 有粉丝哭着说 自己是未成年不懂事 求我不要起诉他们 被我无情拒绝 我早就说过 我就算是个包子 也是黑心馅儿的 十二 半年后 莫云云退圈了 由于多个代言违约 她现在背着巨额债务 苦不堪言 你也不劝劝她 不劝 你可是她的姐姐 我耸奸 我不管 不让她谈恋爱的人是你 让她谈恋爱的人也是你 你自己造的孽 自己管去 告别了鸡飞狗跳的一家 我前往公司 林志颜小姐 有一档新的综艺 邀请您参加 我摆摆手 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完 我以后不会再参加综艺了 有无数的戏约 和影后的桂冠在等待我 相信风风雨雨过后 仍有一路繁华